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更了解恐龙 了解这座岛 也了解我自己 就是这样 欢迎回来 这次我们要做得更好 什么时候离开 我们要自己做主 你我都知道 我们为何而来 是时候来拯救这些动物了 但我们必须合作才能成功 咱们开始吧 好了 咱们必须用有限的资金来开始营运 首先 我们必须恢复电力 努布拉岛现存的电力网恢复运转之后 应该足够使用 但我们没有能力进一步扩建 迪琳小姐 不必在意我 我只负责观察和报告 对了 还有确保基金会的投资不会遭到滥用 哪怕只是有限的资金 我或许偶尔也会打岔说几句俏皮话 顺便来个得意的微笑 回到这座岛 唤醒了许多记忆 不过并非全都是不愉快的回忆 我们在努布拉岛上也做出了许多大事业 西蒙马斯拉尼 他是个好人 实现了约翰哈蒙德的愿景 成就了梦想 只不过最后变成一场噩梦 很奇妙的 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我曾在这里从实习生做起 真是恍如隔世 我们赋予了恐龙重生的机会 这次换我自己得到了机会 就算努布拉岛要成立过周 我虽说过我再也不会回到这里 但内心深处一直知道 我一定还会回来 我永远也铲不断于这座 诺布拉岛的孽缘 摆脱不了那些 让我们明白 谁才是岛上主宰的世界 但这一次 我们可以把事情做好 最起码做得好一点 而且我并不是为自己而来 我是为了他们 恐龙而来 我还需要为他们负责 现在 你也要为他们负责了 我们要一起让世人知道 这些史前作物对我们的未来 有多么重要 想到敌手 我希望这个将是周到处日 对 我是说的 我可以听她所有的天 正在进行维修 这真是太厉害了 卡伯德先生 相信我 接下来还会更精彩 约翰 我一开始还不相信你呢 我还真是自信 自取其辱啊 约翰 每个人心中都难免有疑虑 但我们是想要相信的 我们只是需要一些保障 第一次看见恐龙感觉如何 呃 简直像一段新感情刚刚开始时 让人着迷兴奋 直到他露出尖牙利兆 绝对是意义深远的一刻 这样说好了 那一刻在我心里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格兰特博士 这正是侏罗纪公园必须成功的原因 我希望全世界的人 都获得这样一身远的回忆 嗯 这里有些回忆 我倒是想忘掉算了 这正是我邀请大家 再次踏上这段旅途的原因 如果先前的过程有各位的参与 我们的第一次营运 或许就会得到截然不同的结果 我要改正这个错误 约翰 我们愿意给你一个证明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让恐龙 获得一个和现代世界和谐共处的机会 哪怕这种希望可能有多么渺茫多么不知 我会向你们证明的 另外 马尔科姆博士 我会证明你是错的 凡事总有先例 你也想象得到 努布拉岛上的一切都有些混乱 所以会有艰难的工作等着我们去做 是的 所以我们要重返昔日的犯罪现场 何罪之有 傲慢之罪 约翰 希望这次我们能够更加彻底的管制住 傲慢的心态 我承认我当初可能有点过于狂热 而且由此或许 或许导致了一些盲点 所以我才请卡伯特芬奇这位年轻人和我们同行 卡伯特 你所学习的是哪一门科学 商业 商业 好极了 这是我们最不愿意馋喝的东西 与哈蒙德先生评估过所有事项后 我们首先需要设置一个入园点 然后我们便可重建核心设施 并设立一个巡逻岗让它开始运转 我们其实是你要去做格兰特博士 还有萨特勒博士和马尔科姆博士 要做的事情很多 但听起来并不困难 哈哈 芬奇 你在这方面还真是个新手啊 这里 就是我要把研究提升到更高境界的地方 好好表现 我一定会记得你的贡献 并且 犒赏你的 好 做肉 相当 小 三 海 灵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